哈哈哈哈 别人家的孩子穿上这件校服 就会说出自己暗戳戳做了什么暗头工作 让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在父母心里的光环褪去 啊是 杨迪你有没有 我这个人就是很谦虚的 从来不可能当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显得别人家孩子特别有心机的样子 我试穿一下 我给你们说哎 哈哈哈哈 有一次我录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是个文化类的节目啊 就和诗有关系 然后呢我们就四个来宾 我林一伦大哥还有王渊可徐爱乔 我们四个人 然后呢就说待会儿开场就四个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就偷偷地在旁边给自己的自我介绍写了一首诗 开场以后我就第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杨迪 那我因为要来录这个文化类的节目呢 所以说我用一首诗介绍一下我自己 阳门有一郎的确乃俊良 有心祝各位台华正四方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鼓掌 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说不好意思 这还是一个长头诗 杨迪友才 哎呀 我一说完以后 剩下的嘉宾 真的就是感觉摆了别人一道一样 就是偷偷都在努力 对 所以我也不小心当了一下别人家的孩子 我怎么说出来了赶紧脱掉了 知道这个题目以后偷偷地写了一首诗 没有这个题目自己偷偷用了 为了一个自我介绍也要给自己加气 哎脱完了就不应该说了 来小文哥你试试看 可真的那么好用吗 你车上以后竟然是风衣 起作用了 在中国音乐圈里大家知道 我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是吉他之王 这都敢说了 很显然你们不知道 今天我终于说出来了 做音乐我比薛之牵强 你们也不知道 说出来了 但是你们真的以为这是天赋吗 不 他不是天赋 我的吉他早在我最早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就比别人多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 我在练琴 别人在练琴的时候 我还是在练琴 因为我不习惯看谱子对吗 我就要把谱子背下来 以至于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不识谱 我确实也不太识谱 我只是会听 我听熟练了之后 我就会把它自然地挖到琴上去弹出来 对 但是这也不是天生的 这就是你听了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的结果 努力 是 所以说今天我要再次地告诉大家 我是中国音乐圈的吉他之王 什么衣服 这是个什么衣服 来还有谁 给局长给局长万一局长 我吗 我给局长 局长应该不会吧 穿上试试 我有什么要偷偷努力的 来吧局长 从来不需要偷偷地 很多人呐 很多人都认为我在台上说话呀 都是信口雌黄的就可以说出这样的东西 临时反应 对 但是我真的要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背地里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我大概从十几二十年前 我就从来没有进过卡拉OK 我也从来没有去泡过巴 天天躲在家里 在不断地看书 看很多很多的书 而且经常的是从夜里九点钟看书 然后看到凌晨七点钟 然后我会把我认为最好的句子 或者是最感动我的一些思想 然后不断地去在自己内心咀嚼 有的时候 我甚至还对着镜子 去重复说那一些东西 让自己在表达的时候 变得更加自然 然后我有的时候 还偷偷努力到什么程度 我会自己临时 写很多很多急性演讲的题目 然后放到桌子上 然后自己临时去抽 自己抽 对 抽到哪个 三分钟准备 对着镜子就开始说 必须要说到五分钟 这个已经是我在 二十多岁的时候 对自己进行的训练 好厉害 所以任何的成功 一定是偷偷地不断地努力 按地在努力 我怎么可能按地努力 我都是天生的 我的记忆力比别人要高很多很多 你刚才都抽完了 你抽完了 我这件衣服叫皇帝的新衣 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 我的这个解决方案 会把父亲对孩子的责任 所有的重担 真正的化作一座真的山 压在肩上 父爱如山 对 我今天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 父之山 它并不是一个像山的包 对 它是一个像包的山 如果你越来越叛逆 这个包就会变得越来越重 所以说 问得好 问什么了我 莫名其妙 这一支文是我见过的最能应疗的特工了 就是我飞航应疗 这个接下来就真的很温情很重要了 因为这座山里藏着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最珍贵的回忆 纽带 没错 那接下来我就 什么你不信 我 我就知道是你不信 你真的不相信 你不信 你还不信 为什么要搭他呢 他藏的都是你们和父亲最珍贵的回忆 你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落泪 因为他会 我的天哪 你爸也是泡兵啊 不是 我爸倒不是泡兵 我看到了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象棋 你爸不是泡兵是什么 我爸是我家的大将 是因为他真的是从小教会了我玩象棋 我在四岁学会象棋 然后当时时候他饶我狙马炮跟我玩 饶你狙马炮你还赢不了他 他只有兵了 对啊 后来呢 我是觉得这个象棋反而成为了我跟我爸之间情感沟通 然后包括有些时候有矛盾的时候破兵神器 就下棋的过程当中 大家不用说任何话互相看着对方 然后大家一起吃顿饭 所有有过的矛盾争论都没有了 这个象棋还真是这个富之山里面 你给我的 最珍贵的回忆 宝藏 对 真的有 真的有 我留着 我留着 什么 你不信 你也不信 不信 你看一下吧 我特别的不信 哇 爸爸的录像带 这一盘录像带为什么让我这么有回忆 因为当时上海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音乐台 就专门播一些欧美音乐 然后我就从这种录像带里面学到了很多欧美的这种音乐风格 到后来我就为什么喜欢唱歌跳舞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真的是我特别好的一个回忆 谢谢 谢谢